2月26日消息 HMD Global在MWC2024中宣布了三款达有马赛克的手机 其中两款功能机 一款智能手机 两种版本 HMD Global声称 相关功能机定价在1万到1万5千印度卢比 当前约868 1302元人民币左右 智能手机售价在4万印度卢比 当前约3472元人民币左右 经对比得知 其中黄色功能机为此前报道的诺基亚33105G功能机 该机搭载C-Official OS 参考HMD Global预热的贴文中也有Nokia一词 因此这款手机预计为HMD Global制造的最后一台诺基亚品牌手机 从2017年诺基亚3310复刻版功能机开始 到2024年诺基亚33105G功能机结束 HMD Global可谓有始有终 另一款粉色功能机同样搭载C-Official OS 由于HMD Global预热贴文中没有出现Nokia一词 但有此前洛基亚2660 Flip的视频暗示 这款手机很有可能是此前洛基亚2660 Flip的换标版本HMD 2660 而后续功能机预计保持型号T-AXXXX不变 但将印上HMD Global logo HMD Global声称该机是与美台公司合作的发比娃娃主题翻盖手机 考虑这是一台HMD Global自有机型 因此相关功能机也有可能并不使用洛基亚传统数字机型标识 而在智能手机方面 参考外媒第二Nokia报道 外媒弄混了手机型号 实际上只有一款即Geekbench跑分信息 这款智能手机代号为HMD Legend Pro 其中标准版和Pro只有系统和RAM差别 HMD Legend搭载C-Official OS 而HMD Legend Pro搭载Android 赴此前曝光的HMD Legend Pro参数信息如下 SoC紫光展銳T606 RAM HMD Legend 4GB HMD Legend Pro 8GB 后置摄像头108MP主射++50MP超广角 售价4万印度卢比 还当前约3472元人民币左右